其实台东除了风景的美 当地人独到的人文精神 也是让台东这么美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原住民的脚步 一起去探访布农族的秘境 森林博物馆 看看盘根错节的老榕树 如何构筑出宛如阿凡达的电影场景 而且还有一个来自台北的女孩 为什么她选择放下都市生活 来到部落山林里担任导览 每天登山爬树 一个月下来 她又学习到什么样的原住民生活记忆呢 老太龙中的树干 随风飘扬的气生须根 初夏的原始森林早已绿叶成映 这里是台东沿平乡 鸾山部落的森林博物馆 你现在看到的 它只有一棵而已 这么大 范围这么大 它只有一棵而已 原住民导览人袁龙说的 是来到这座森林必访的 会走路的树 那它的母株 它的母株就在上面 就会上沿这个地方 它怎么走呢 它是按照它的树枝 它的树枝会一直生沿 然后它会下它的气根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一条一条的 这个柱子 好像看这些柱子的 就是它的气根 所以我们称它为会走路的树 将紧抓地面 大面积延伸的羹群解释为走路 充满生命力的想象 让人玩耳一笑 而面对游客好奇提问 未曾做过鉴定的树林 弄得答案更有着原住民式的幽默 那在小时候 我有问过我的阿公 跟我的阿公 他讲说 阿公 这个到底几岁了 他怎么回答 他说 他也有跟他的阿公讲过 变成就是同样的问题 阿公的阿公 所以标准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 拜访完老朋友 弄紧接着带我们来到 都兰后山的森林生态栏道 布农族人口中的迪士尼乐园 也才道出九年前原住民阿丽曼 抢救这片森林 为族人保住家园的故事 那这个地方 他们要建这个 建这个庙 还有林谷塔 所以阿丽曼它很有眼见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一开发 我们的部落都在下面 所以如果还有一次 跟爸爸水栽的 这个遗量一样的话 那应该要录到我们了 入园前还得先经过这一关 这个主林屋 对我们原住民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不管你要去山上 或者是要打猎 我们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毕竟在这个地方 人不是主人 所以我们来这边 要用尊重的心 尊重的心 在我们本宫里面 还有我们有这个 米酒的文化 还有檳榔的文化 所以我们有用这个两样东西 来做这个打招呼 约末一个小时的生态之旅 带路的不再是原住民朋友 而是一个多月前 才从台北来到台东的 都市女孩沈家荣 这里 最后一关 好 王佑 辞去台北做办公室 吹冷气的工作 来到台东的山林部落 每天导览还得登山爬树 沈家荣坦言 有过短暂的不适应 但却也让他得以远离 都市人的冷漠 小孩子都敢爬 真的 他们超爱爬的 他说还可以再来一次吗 拜托 下次带你小孩来 下次吧 这边就往上会这样 都市里面 人跟人的距离感 其实是蛮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距离感 忍末这样 但是在这边完全没有这样 但让他最不适应的 却是这件事 比较不适应 可能是他们 有时候就是 很多人喜欢开玩笑 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多 很有颜色的笑话 他们都是比较包装文学 所以都不会很直接 所以就是 就也觉得还好这样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香蕉 我们自己去用 自己用 再一次 女士可以到里面 好 谢谢你 在部落的工作生活体验之后 沈家荣说 这座森林这群部落朋友 让他学习到如何 与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共处 就是去注意那些很微小的事情吧 就像他们 我们闲着没事 可能就要花手机这样 但是他们闲着没事 他们那个五色鸟在那边叫 然后那个 那个声音是什么 漠视苏啊 就出来了这样 就是感觉他们 真的是很 很开乎这个山林 然后是跟他们是一体的 没有制式化的门墙水电 或是恼人的烦销喧闹 取而代之的是 虫鸣鸟叫 还有盎然绿意 这座森林博物馆教会我们 如何与自然环境共处 也找回人与人之间 最纯粹的温暖 那些藏在原住民部落里的 生活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